老花姨美瑞达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化问题 第一话说老花姨你看宝莲灯 又黑杆了能帮我看看吗 大家伙一定要盖它 宝莲灯原产地是菲律宾那边 我的花手在家里边养 冷不冷啊 哎呀不冷啊 家里的地暖 在家都能穿短裤和背心呢 湿度不高 一般的大家伙一定要盖它 宝莲灯这种阔叶类的植物 它对空气湿度的要求偏高一些 很多的花手一旦出现发黑 就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水大 还有一个呢要么就是很冷 一般都是这两种原因 您这个呢就是多半就是因为水大了 它偶尔掉一个两个的杆子 这很正常 这个很难避免没事 下一个臭宝 老花姨我的洋水仙 为什么一冒一夜子就黄了呀 这个12月左右的 到现在还这样 出戏叶康珍珠岩 缺水宝贝 水仙水仙的 你顾名思义这个东西呢 还是跟水离不开关系的 但是你别老是整个的给它泡到水里面 一旦缺水呢 就出现这种了 好吗 臭宝 给足一下光照 多浇点水没什么事 你像你用的出戏叶康珍珍珠岩 这个保 这个保水性就是透气性已经很棒了 就是很透气了 保水性比较差 所以说多浇点水不怕的 下个臭宝 我的尊鱼啊 倒数很严重 哎呀 这很正常啊 你这个长长了 它都打了是吧 你屏幕前的花肉 他都不知道 你短了你可能打了不起来 你要先他长 你又给白了白了能牵仓 这玩意很好活啊 老花一 你看这个茉莉咋的了 一直不鲜活也没死 家子哪儿啊 啊 初宝 你这个茉莉花 他喜欢 光照 喜欢光照 在15度以上 尽量在20度以上啊 就是光照 只要不缺 只要是别长得很长 只要别缺了肥料 具备这三个点 他就能一直挡 一直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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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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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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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广东 昨天还有一个顺口 就说一直开 一直开 广东地区能地栽 对 你冷了不行啊 缺光了肯定不行啊 你这俩 你肯定得站一头 对吧 老花一 看看我的袖球 买来的时候 灰灰白白的 坐标福建 一直还这样 别晒了吧 这玩意 你们福建那边 它光照那么好 它不喜欢是吧 强光暴晒 它喜欢 稍微阴凉一点的 你就把它想象成脸皮薄的 那个晒不得大太阳 就稍微一晒行 明白了吗 求助龙林海鱼 一浇水就黄液 别的海鱼 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本身不耐水 还是要像 石虫植物那样 浇这个 低含量的水 你像养一些 个海鱼系列的 其实呢 它对于温湿度的 要求都偏高 好吧 你说浇水这一块呢 它尽量的去选用一些个纯净水啊 或者说是露水啊 雨水啊 空调里面那个 过滤下来的那个水啊 或者说净化过的水啊 尽量的用那种 对吧 因为这种东西 你要理解 它是原产地呢 都是在那种热在 或者压热在那种雨林里边 它空气湿度很高 老有雨水 很潮湿 很温韵 在家里边很干燥 它就不行 好吧 一定要了解 你像安云说大棚里边 为什么养的好 咱养不好 所以说你要盖它这个事 那你如果说自己养不好 你可以给它 磨你一个小的 一个温室起来 就大个那种小棚棚 给它提高一下空气湿度 还有温度 别强光暴散 该施肥的也要给一些肥料 如果说出现那种肥力不足 有话说 在原产地 怎么不出现肥力不足 原产地 它有很多的腐质质 你像有些树叶在地上 它会腐化 它会有很多的有机质 给它提供营养 你在家里边不一样 好吧 你盖它 就像很多热在植物都那样 好了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其他有问题 视频下留言 最好是说清楚地名 拍个完整的照片 最近的养护 别就是上来 就是这个咋的了 看看 看看就看看 下一个 好了 好了 花一 眼花最善一 下回再见 拜拜